一声尖锐的唆呐站立声响 跨步宁静的夜晚 大家安静了下来 听着一声声尖锐的唆呐 伴随着鼓声和呐喊 从围墙外的田野传来 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后 便爬到围墙上寻找声音的来源 只见远处田野中间有一群人 以非常奇特的姿势走动着 手舞主导的样子像是在庆祝什么 接着 我看到了令我永生难忘的画面 最前拍的两个人 一黑一白 白的特别高大 高大到不像是人类 黑的则矮而厚实 拖着锁链不断敲击地板 伴随着忽大忽小的唆呐声 与对舞呐喊的声音 异常诡异的氛围 让围墙上的我们彻底实化 距离现在大约六七年前的时间 在高中暑期 学校举办了一个围在偏乡的辅导活动 我跟学长们新奇参加 想要留下一个精彩的回忆 我们当时前往南部一个极为偏僻的小镇 小镇四周环田被田野包围 人烟稀少 离开镇上的话 就必须要开四十分钟左右的车 经过偏僻的道路才会再看到灯火 当时我们负责指导当地国中生的课业 和带一些团康 为期一周左右的活动 我们都下榻在学校图书馆内 前一两天 我们为了课程活动 每晚能战战兢兢的准备 后来渐渐上手后 晚上我们就会想一些娱乐活动玩耍 以应付有点过长的夜晚 某一个晚上 在有点碗里扑克牌后 学长提议 要不要我们去镇上杂货店买一些烟火来住信 大家可以顺便去夜游啊 一群人便兴高采烈的 扫光杂货店货架上的所有烟火 并且买一些饮料后 便沿着田边的灌溉渠道 在闪闪斑驳的路灯下前行 不知道走了多久后 在田地旁 我们选定一个空地 便开始点起烟火熄闹 这时有人提议 没有灯光干扰的话 烟火玩起来更漂亮 所以我们又在往田中间移动 烟火的高哨声划破宁静的夜晚 喧哗声 嬉笑声 此夕疲落着 最后 随着仙女棒点亮了所有人的脸庞 大家也满足的 看着最后的火光消息 大火们成群结队地返回学校 不知道即将大难临头的我们 能鼓噪吵闹着 回到学校的我们仍然意有未尽 拿起篮球就往篮球场奔去 将剩余的体力消耗直到筋疲力尽 围成一圈坐着休息 南部乡间的夜晚特别安静 仿佛时间都停止流动一般 大概到了十点左右 一声尖锐的唢呐站立声响 跨步宁静的夜晚 大家安静地下来 停着一声声尖锐的唢呐 伴随着鼓声和呐喊 从围墙外的田野传来 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后 便爬到围墙上 寻找声音的来源 只见远处田野中间有一群人 以非常奇特的姿势走动着 手舞主导的样子 像是在庆祝什么 接着 我看到了令我永生难忘的画面 最前排的两个人 一黑一白 白的特别高大 高大到不像是人类 黑的则矮而厚实 拖着锁链不断敲击地板 伴随着忽大忽小的唢呐声 与队伍呐喊的声音 异常诡异的氛围 让围墙上的我们彻底实化 接着 田野上的队伍好像发现了我们 以非常人的速度直穿我们而来 然后不论你看得多仔细 永远看不清他们的脸 只见他们头顶着斗笠和身穿白衣 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他们跳跃的姿势也越来越高 像是被点燃了什么杏姿一般 我们回过神来 把腿就狂奔回图书馆 进门后 所有人大口喘着粗戏 有两个胆子大的同学 并没有随着大家第一时间跑走 而是抽拾了地上的垃圾 再默默走了回来 他们说 不过就是一个送葬队伍 有什么好怕的 当天晚上洗完澡后 我们久久无法入眠 因为唢呐和寒叫声就一直围绕着学校 可以感受到 他们人在外面没有离去 隔天一早 所有人疲惫不堪 而昨天那两个最后才进门的同学 发起了高烧 意识不清 我们鼓起勇气向校长提问 昨天半夜这个小镇有举办商事吗 校长摇了摇头 而让的一个小镇 如果有举办商礼 是一定会被通知的 我们赶忙到镇上唯一的一间公庙 一进门就看见庙公 用直韧韧的眼睛盯着我们看 说我们做了一些傻事 之后便拿过火三圈的护身符给我们 并且要买一些名字跟水果 到我们做傻事的地方道歉 和学长们鼓起勇气 回到我们玩烟火的地方 原来 我们当时在往田里走的方向 正是一片大大的墓地 而我们烟火流下的垃圾 就遗落在许许多多的墓碑旁 我们昨天的吵闹声 也许引来了很愤怒的灵体 最诡异的事情是 明明昨天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却没有任何人发现 这里是一片坟场 我一直记得 那是一个八月的次数午后 站在烟火碎屑旁的我 却感受到震震刺骨的寒冷 道歉过后再加上护身符的效果 两个同学在傍晚时分 都陆续回复正常 这个故事 埋在我的心里很久很久了 现在也已步入职场多年 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八字很重 不过在特定的职场和环境下 还是很有机会遇到 所以比起年少轻狂 现在更保有一颗敬畏的心 是个警惕的自己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发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我们下期再见